好我们继续啊我们来介绍一下我的两个案例啊就是开手说过他的几个用途 其中有一个用途呢叫做 网络自动化配置和管理我会用人工智能来帮我做网络巡检和 配置 还有呢做一个根本原因分析就是排错 好吧OK 好首先看一下我这有一个 Netbox 嗯 Netbox Netbox是多少关口 看看啊 好看一下啊 这是我的这个Netbox 那么这记录了我有些什么样的网络设备 比如说我说我们这有两个设备 然后呢每个设备呢有这些接口 这接口呢有有相应的IP 然后呢这些接口和接口呢跟谁进行互联 互联 都看得到 首先呢 Netbox呢是一个数据库你也可以认为是一个笔记工具 能够记录呢你们数据中心你们网络的一个实际的一个网络设备的一个状况 接口接口互联IP地址等等等等都有 好吧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我们的AI能够去 去 这是这是你记录的情况是吧 然后呢 他能够去帮你找 你的哪些部分 跟群简嘛群简就说我有一个标准答案就是这儿记了所有的我们的网络设备的一个情况 然后呢我去找 当前网络 我们的这些配置 那么跟这儿记录的配置 有什么样的不一样 OK好我来解释一下我可以改一下啊 这我就改过 看啊 本来呢这个 本来呢这个接口 是202.100.1.1 在Netbox里面呢也记得是202.100.1.1 然后呢我把它改成了6.6.6.6 对吧好 那这个时候呢这是我在OpenAI上创建的一个属于我 自己的一个 GPT 这是我自己的GPT 好吧 他能够去 调用API 他他能 首先我给了他 思科的主要的一些配置文档 就是如何配IPD 就更多的配置文档 这配置文档我给他了 配置文档我给他了 好吧 然后呢他能够去调用 我的API 这是我对外开放的API 比如说呢他是可以通过API 来访问到我们 我公司内部其实是我的个人电脑 上面的 这两台录入器 两台录入器他直接能够访问我这两台录入器 OK 而且呢也能够去调用这个Netbox的一些信息 他能够帮我现查 好吧 比如说我们看一下我们就问他这个问题 帮我做一个巡检 看看我 线网的状况 现网实际的 现网的一个状况 和 Netbox里面 就是实际的 网络设备的一个状况 和这个Netbox里面 记录的状况 他是不是匹配的 然后这个时候你看 他就能够去和我的API 去进行一个通讯 然后呢实际的去帮我查 是不是一样 一会儿呢他会给我一个结果 好吧 他先 去 调用Netbox 看看 这儿寄了一些什么样的设备 那这些设备呢 他的IP地址啊 他的接口啊 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OK 好然后呢他再通过 一些自动化工具 登陆到这些网络设备 去查这些网络设备的一些配置啊 接口的一些情况 然后呢最后 给我汇报一个结果稍微转会 好看一下他完了 他说C8K V1我忙完了就是说C8K V1的情况给我汇报了一下 这是Netbox的情况 这是PiATS 这是司科的一个自动化工具 一个情况 他说这都没问题 这是C8K V2 好明显看啊 明显看到了他跟这个Netbox系统是不一样他明显告诉你看前面这个没问题但是这个就是有问题的 好 比如说我可以 帮我更正 一下这个配置错误 确保网络设备的配置 与Netbox 记录的标准 一致 我让他去 帮我更正一下错误 他帮我 看了在Boss记录也看了一下网络设备真实情况 他能够真正的帮我配置 直接要帮我配的东西了 好他说他配了 他配了 看到了 OK 他就能真正的帮我配 甚至呢看看 所有网络设备中哪个 哪个 设备 哪个 接口的 入项 入项 字节 数 最多 帮我查这个 所有网络设备中哪个设备哪个接口的入项字节数最多 他会帮我去 现在去联系这些网络设备 分析一下哪个接口的入项字节数 是最多的 然后给我一个结果 他会直接调用API 真实的跟网络设备进行通讯 他刚才我们的CPT里面说他不能够提取真实的数据其实不是可以啊 他说不能提取 实时的数据 其实 不然啊 可以 是可以实时的跟我们网络设备进行 交互 能够提取实际的数据也能够真实的对网络设备进行配置是可以的 这是我们的 C8K唯一这个接口的入项字节数最高 这么多这么多个字节 好吧 好 这是这个我们的一个用途 就是网络配置网络巡检 网络配置网络巡检 这是一个好吧 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网络排错 网络排错其实还是很难的 好吧我们来解释一下 为了能够让他很好的网络排错 我做了什么呢 首先第1个我做了 我画了透普 并且呢 因为 你要让他排错你需要把提示词做好 看一下啊 你需要把这个提示词做好 就提示他 这个排错其实没有想这么简单 比较麻烦的啊 非常麻烦可以这么说 首先呢你要把网络拓普 给他画好 首先我给他画了网络拓普 然后呢 给他 网络拓普做好了之后 我让他去帮我生成一下 文字版的提示词 因为网络拓普这种图片是不能够放到提示词里面 你让他提示词好吧 所以说呢 我又 这个 这个其实是我画的 用文字版的 画一张图给他 然后呢 又给他捋了一下每一个设备的接口的一个状况 OK 这个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工作 就是告诉他网络拓普 我是给他文字版的 他真的能够理解这个拓普 你就给他认这个拓普图 他其实就能够理解出来下面的 东西 好吧 跟给这个图的效果其实也差不了多少 首先要让他理解拓普 然后呢 我又为此 画了一个思维导图 好吧 就是 就是排这么简单个错 就是两个设备 如果说你网络比较大的话 可能你的思维导图会更多一些 当然了肯定会更费时间一些 就处理我这点设备 就折腾这个 两个小时吧 思维导图看一下 我认为我这个拓普里面 大概这么排错就可以了 首先呢这是 OSPF的 OSPF的 看一下 首先呢他看一下 比如说某东西他不通 如果不通的话 那么你先确认一下 这个网段在我这个网络里面是不是存在 比如说我去让你聘3 3不存在 你就报错吧 你说网络没有这个网络 这是一个 好 如果说 如果网络存在 那么你需要去判断 到底是哪一个接口 哪一个接口 去抵达这个网络的 比如说要判断 C8KV通过 G3号口 去抵达这个 网络的 那么要判断这个 直连接口 有没有up 先判断哪一个接口 是抵达目的 地的 然后这个接口 有没有up 如果没有up 就返回客户 说你接口没有打开 打开 如果说这个接口是2 到底就应该查路由 就看一下在这个 比如说 1号路由器里面 URO排2 有没有2.2.2的路由 如果 如果 有路由 就是说路由都有 路由都有 居然没通 那这个时候 应该就要查一下接口 有没有反控制列表 所以说 如果说有路由的话 那就要查一下 这个反控制列表 是不是有问题 好 如果说没有路由 那这个时候 就要看看 有没有邻居关系 他们之间有没有建立邻居关系 如果说有建立邻居关系 就邻居关系都建立了 但是没有学到路由 那么你要查一下这个目的网络 有没有去宣告 就是这个网络有没有宣告进 OSPF里面来 好 如果说呢 没有建立邻居关系 那么还是需要查一下 反控制列表 没有建立邻居关系 也有两种可能性 没有建立邻居关系 那两种可能性就说 有可能 你的OSPF没有宣告这个 资料网络 或者说呢这个接口下面有反控制 要把那个OSPF流量给干掉了 有没有宣告 然后呢有没有流量被 有没有OSPF流量被干掉 那么做了这么一个思维导图 我认为 就算你未来想让GDP给你排座 你的网络也应该是一个 固定的 有限的 网络 一个范围有限 设备有限 的这么一个网络 好吧 不可能是无限大的 这不可能 对吧 你应该在你的网络内部排座吧 好吧 肯定是一个 有限的 在 数量有限 好吧 这这么一个固定的 环境 那么 你差不多 也能够总结出来 一些常规的 经典的 你造一个老网工 常规的经典的 排座思路 给他写好 写完之后呢 可能需要不断的一次一次的再给他进行调优 这个好处在于 一旦这个东西做好了 未来出了问题 你就直接问GDP GDP就能按照这个老司机给你设计的这个套路 一步一步的认真的给你查 好吧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的 我的感觉是这样的 好吧 好我们来看看这个东西啊 比较麻烦的 在于呢 就这个思维导臣 他依然没有办法去 直接用图片给他看 所以说呢又因此这个东西呢 我又给他 换了文字描述啊 这文字描述也换了很久 就是 每一步啊 你看每一步都编一个名字 就这个名字干嘛 就是每一步都用名字 你看每一步都用名字 好吧 那么 比如说开始 然后呢判断 然后出现分支 分支呢 比如说 跳到就跳到 跳到确认接口状态分支 然后呢同样的 UP的话 叫跳到确认路由分支 特别是这个啊 那么要跳到确认ACL是否 拒绝访问流量分支 你好这最后了 OK 又跳到确认OSPF邻居分支 就是这么 又把他改成了文字版描述 文字版描述 好费时间 这个 给他换成了文字版的描述 然后呢 现在我们来感受一下效果啊 现在来感受一下这个效果 我们先看一下现在啊 现在 网络已经修复了啊 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啊我们自己看 没有学到 可能没有宣告啊 我先确认他通的啊 确认一下他本应是通的 好我们再聘 这有列表 最近加了不少错啊 在G2下面 我看在哪个接口下面 这个这个接口下面 先确认一下现在是没问题才行啊 好 听一下 问题现在是好的 现在是好的 好吧 现在是好的 然后呢我开始加个错 我就把那个letware给弄掉 好吧 现在呢 弄掉之后呢应该就 学不到路由 就学不到路由 应该就拼不通了 好没问题啊没问题好 现在呢我们来尝试让他排错 首先呢我让他先确认一下拓谱 先给我展示一下我脱谱 是用中文回 后续回答就说先让他再理解一遍脱谱 好吧 他会给你重新用命的行给你画一个 基本上就是我那个图 他 这有点错了 不是啊就是这个这个这个 树线应该在这个位置 好吧 基本上没问题 这就是我给他 提示池里面的东西 好 然后呢我让他确认 他可以去聘啊 他可以直接去聘 他帮我要让他帮我确证 C8KV1 可不可以聘通 C8KV2的环卫口 2.2.2.2 他会帮你聘的 他会调用我的API 那边 那边当然我是给你做 我用Python写好的 就是只用调用这个API 你就可以去聘个什么样子 你可以登陆任何一个设备去聘任何一个地址 他可以操作他要他我要允许是不是可以操作 他说Ping不通 而且给这个Ping的这个结果给我看到了 好 甚至呢他就开始跟我说你看我我有办法帮你查 是不是查呢 可以 我要提醒一下他 他有时候经常会跑偏 你看Ping是2 那你就应该知道你的排错的目的网络是什么 然后呢开始你的排错 他开始有个问题就是 明明是排的2 后来他说着说着想着想着 他就他就忘了 他就去排到其他地方去了 所以一定要提醒一下他是你的排错网络是多少 你先搞明白 然后呢你就开始你的排错 他就开始巴拉巴拉说我你看他的这个思路是这样的 好 第1个事开始他说你看啊 第1步我们一步一步来第1步呢他说 哎我就要去秀一下 interface 行不行 好他看接口了 他这个接口是up的 两边的接口他就他就秀一下 这是调用我的API传的数据 他每次都会把那个显示出来 好然后呢他准备在C8KV上看路由 他说没有路由没有没有路由 帮我看了你确实是学不到路由 然后呢他要帮我查有没有邻居建立 他就查了 邻居是建立的没问题 然后呢他现在要看网络宣告 下一步他就要帮我去查 网络宣告 日移的 其实移动没有必要看啊 开始查 二 这个过程反正是自动完成的 基本上你只要开始要允许一下就可以了 好他查到这个 OSPF2的 这个OSPF配置了 他说没有宣告 没有宣告 没有宣告 找到原因 解决方案 告诉你 你应该去宣告 就搞定 好吧 整个过程呢 当然他是自动完成了 一步一步 帮你找 把所有的 我觉得 不管怎么理吧 就是人吧 有时候是偷懒 他虽然说你有一个思维导图 你要让人去按照这个思维导图 一个一个个去查 可能很费劲 但是他确实能够 一步一步的 严格的 按照你的思维导图 给你去查 好吧 确实是可以的 好 现在这样 我把这个 再宣告回来 应该学过来了 其实我可以配 我也可以去配 但是这没有做 那么 我让他去帮我确认一下 你看他都评仲了没问题 是吧 好这样啊 从头再来一个 我们重新再改一个新 亲错 我把流量给干掉 这个宣告没问题啊 就紧纳SNP吧 在 在在在在2号接口的入方向 OK 好 这个做了 这个应该就聘不通了 这个应该就聘不通了 对聘不通了 聘不通 好然后呢 我们从头再来 再让他来牌子做 可以调用我的API啊 你看这个里面 他可以调用API 这是我自己做的 我自己内部的API 他可以调用这些API 我的API 他可以调用这些API 我的API都是对外的 比如说 叫GTPS 直接互联网就可以访问 OK你就可以通过这些API 来做对我的内部进行查各种操作 PIN啊 配置都可以 好吧 这只是我实验环境 我的个人电脑上的啊 这几个设备 都在我个人电脑上面的 虚拟机 好吧 就是这些 可以直接对我的个人电脑上电脑进 操作 OK那么这个GDP呢就能调用这些API 来做操作 好首先先让他给我把网络展示一下 然后呢我又让他PIN 这是我们是反共代表的问题啊 现在中国 我不知道什么情况 好吧在国外现在 特别是四科哎我天 四科各种AI的东西都上来了而且最近四科内部金牌内部有一个跟AI相关的 竞赛你知道吗他们内部有竞赛最近我还协助几个哥们在说他们四科内部竞赛 就是跟AI相关的 现在今年8月份四个CCNA就要加做AI然后呢马上CCDE的AI的设计部分要上 现在各种各样的都是AI没有AI说实爱的 不好意思跟别人见面了吧 还好意思就说你 你们这个行业没有AI 你好意思 还说 你还会 你还在混吗 OK你看目的网络 他说 你看你不通是吧 好 就是网络帮我排座 现在刚才我也给他录录录录录录录像嘛对吧 基本上各种各样的地方都能用到AI 比如说这个地方 比如说我们的预测 可以拿AI来预测未来的流量 能够判断什么时候 我们公司的流量设备带宽 可能就有问题 还有呢就是异常 可以看到这个流量的异常点 可能是一些攻击 或者说是一些木码 这些东西 好吧 第三个就是流量分析 流量分析呢 比如说就是这种加密流量分析 还有呢 就说像SG1 现在就从AI来更加的调优理的路由选择 还有这个 还有这些防火墙 也有用AI帮你出一些安全策略 现在呢我就给你讲 现在就演示着 就自动化的网络的巡检 网络的配置 然后呢现在呢 讲这个网络的这个 如果错误 怎么排错 当然还是 当然应该这么说呢 还是比较困难的 因为我说过 这个 这个思维导图还是很难写的 真的我就写了两个多小时 当然了你们 你们公司可能没有 有这个大十倍二十倍 那就大十倍二十倍的工作量呗 好吧 我觉得应该不是大十倍二十倍的工作量 好吧 反而工作量应该也不小 但是呢 这东西就是 你找一个牛逼的人 根据你们的网络的情况 你们的网络肯定是一个固定情况 你们的网络不能天天都变 网络一般还是很固定的 好吧 常规的网络的情况 常规的排错的可能性 给做一个复杂的思维导图 并且把这些操作的API 都可以开放给AI 它基本上就可以按照你这个思路 一步一步的帮你去排错 OK 你们居民有建立啊 悬没悬高啊 防控阵有放过 一步一步帮你查 看看这个能不能查出来 现在还在查 C8K V1的房间那边 这次课呢 主要就是 能够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觉得这个课很关键的 就是说 可以介绍一下AI的最基础的指使 AI在网络里面的应用 和我使用AI的一些技巧 前面这些东西呢 就是聊天 跟他聊的一些技巧 然后呢 还有我们能够开发什么 能够让AI能够为我们做什么 这些细节 在这个课呢 做一个简单的入门 我在自动化运维的课里面 都会讲到这些东西 这一轮我的课呢 就主要讲AI的东西 OK 我看看到哪儿了 他还没有查 他还没有查这个 C8K V2 插到C V1就给我停下来了 他就约尔曼 他会按照里的思维导图 思维导图可能有耳朵 因为他可能会设到各种可能性 接口 他会帮你查接口 帮你查路由表 防控制列表 看到了啊 他看到了 我们的这个防控制列表 10号规则拒绝了SMP 所以说他建议你应该把10号干掉 看到吗 OK 没问题吧 就是不管你是什么错 至少在我这个拓扑里面 我已经把拓扑明确的展现给他 而且呢 把排错的思维导图也已经给他介绍了 那基本上就能按照我的思维导图 去理解拓扑 按照思维导图一步一步的帮我查 当然我的API也全部开放了 他什么都可以去读 这样的话 他就可以一步一步的 按照这个思路可以排完 好吧 我觉得用人来排错的话 这么一个一个查 可能人内有耳受不了 但是不重要 他的机器后台帮你帮你慢慢的一个一个查 最终帮你查到结果 那也有写东西稍微要费而进 但后续呢 那么后续的话 如果排错的话就不需要流鼻网工了 那么找一个普通人问问 差不多也就能够给你搞定了 好吧 OK今天呢 差不多我就把这个 讲到这里 好吧 希望大家能够对 AI有个入门了解 AI在我们网络这一块能够做什么 能够起来 因为很多人最大的一个困惑就是AI到底我们能够做什么 他能够帮助我们什么 首先你在问问题的时候应该怎么问 好吧 然后呢 他的网络设备里面应该怎么去 怎么去用到这些AI 当然这个这是需要跟自动化 自动化技术整合的 好吧 比如说我就要去去讲一些比如说如何去开发这些API 如何让AI能够调用这些API 然后呢 再整合如何去整合这个这个AI 然后呢能够实现这些功能 好吧 今天呢 咱们就讲到这儿 OK 那就差不多了